今天这件事处理得好 不造成严重的爆炸后果 算你走运 如果一旦造成这个严重的爆炸后果 市委市政法委 一定严厉追究你这个主管者的责任 我就这话 田书记 您先别这么急啊 苏阿福不是要见我吗 我还是去跟他谈谈吧 换得着 再搭上你一个女检察长吗 苏阿福现在可是亡命之徒 他今天是有备而来 我看就不要见了 让狙击手 四季击毙他 苏阿福想必有重大事情要举报啊 我还是跟他谈谈吧 再说好不好啊 实在要见的话 让我们两个局长去就行了 此今毕竟是女同志 自卫和防范能力都比较差 再说他也没有和歹徒周璇的这个经验呢 田书记啊 我也不想让叶俭上啊 在您赶来之前 我就在电话里跟苏阿福说了 我去跟他谈 可是他说不行啊 把话说绝了 就是要见叶子京检察长 张俭陈俭这两个副他都不行 好了 五局不用说了 副都不行正得上 我这个公关局长上 将军 苏阿福要见的是我 我必须去 我看了 苏阿福可能是向你和检察院举报什么重大事情 这只是一种可能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当你接近苏阿福的时候 他引爆炸药和你同归于尽 是叶姐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即便如此 我也得去不去那就是失职 可你毕竟是个女同志嘛 田书记啊 你现在还男同志女同志呢 我是检察长 检察长的职责要求我在这种时候站出来 哪怕是大伤我的性命 田书记 这时候女同志去倒有好处 能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我觉得 只要叶姐去了 那就不是防反和自卑他的问题 田书记 五局他说的对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啊 我去了 可以跟他谈一谈 缓解一下他的紧张情绪 让他神经松弛 然后让他把车开出加油站 不好吗 你看 又是苏阿福 我来 我跟他说说 等等 等等 五成义 你先应付一下 我是五成义啊 叶子兢为什么还没到 苏阿福 你再等一等 叶田已经上了 马上就到 你少跟我来这趟 我看你是在拖延时间 苏阿福 我告诉你 我没有必要给你拖延时间 你想一想 半夜三更的 把人叶简从床上叫起来 人家又是女同志 哪儿这么快啊 苏阿福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等不及 我去跟你谈 好不好 五局长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再给你十分钟 叶子经再不到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样 你也别指望一枪击毙我 我身上装的都是炸药 你一开枪 这个体育场和加油站 就全完蛋了 我告诉你 老子就不想活着离开这儿 少爷 你听清楚了 你想明白了 天书记 不能再这么拖延 那苏阿福在加油站多待一分钟 危险就增加一分钟 我现在就去 跟他谈一谈 我现在就去 我要打个电话 向唐书记汇报一下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要汇报啊 等你汇报完了 就算唐书记过来了 加油站他也爆炸了 好 都什么时候了 那就去吧 老五 给苏阿福打个电话 就说我这个政华委书记来了 我来和他打 不不不 苏阿福要见的是我 老五 就这样跟苏阿福说 喂 苏阿福 政法委的田书记要跟你谈一谈 我怎么和他谈什么 我只跟叶子晶谈 你给我让叶子晶一个人走过来 把手举起来 把手举的走过来 我在这儿看着他 我告诉你少跟我耍什么滑火 田书记 谢谢 叶姐 叶姐 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现在危险的意外 分分秒秒都可能发生 在你身后有无数个枪口 我们的祖祭手 全部处在高度紧张的待命状态 无论是苏阿福的轻举妄动 还是我们祖祭手的高度敏感反应 都会给你带来致命的危险 如果情况不对 你必须先设法脱身 把这个拿上 放着手机没电 和我们联系不上 将军 你是不是准备给我开追悼会 叶姐 不要开这个玩笑 我这是必要的提醒 谢谢 江局长这个提醒是对的 你现在还可以考虑退出 抓捕苏阿福不是你和检察院的责任 组织上对你也没这个要求 法律和良知赋予我的职责和使命 我不能放弃 法律和良知资予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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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